Cruise 星期四宣布將裁員涉及從事無人駕駛出租車服務的合同工 被裁員工包括清潔車輛、車隊充電和維護無人駕駛出租車的員工 以及客戶服務員工 Cruise 表示這些員工是通過第三方簽訂的合同 而非Cruise 直接雇用 自 8 月份Cruise 在三藩市擴大其無人駕駛出租車服務以來 出現了一系列涉及Cruise 車輛的事故和安全事件 Cruise 運營無人駕駛出租車的許可證被取消 隨即宣布裁員 Cruise 表示有人類、安全員、監管的出租車業務還在繼續運營 同時會繼續改進和測試其無人駕駛服務以贏回公眾信任 通融汽車透露截至今年9月 其Cruise 市公司已經損失約19億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